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啊 政治挂赛 在中国都政治挂赛 政治挂赛 谁也不敢不清廷 说清廷 只有清廷 谁也不敢不清廷 要清廷 就是清廷 不清廷 那就只有被淘汰 只有被淘汰 只有被淘汰 虽然这个道理啊 有点显而易见 老百姓都看得懂 当然官员看不懂 当然看不懂 因为官员怎么上去的嘛 就是靠他的敏锐的感觉嘛 一旦有这样敏锐感觉的时刻 就是跟着我们跟着领导走的那个 敏锐感觉的时刻 他的感觉里面都在那个领导那边 怎么都跟着 怎么跟着领导走 在领导那边 而不是在实际是怎么样 而不是在实际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训练成这个样子 而且经过一届又一届淘汰 一届又一届淘汰一个 这个的结果就是这样 结果的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结果的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啊 这场清零战争还会继续下去 还会继续下去 直到全境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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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做命运 怎么来的就怎么去 怎么来的就怎么去 靠造假 夺得了政权 再以造假 设计这个政权 作为一个结果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